在一晶投影机LCD前方放上一片偏振片 如果打出白光而旋转这个偏振片 可以看出它可以分出一些颜色 那很显然是因为里面的一些色光 它们的线偏振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那么基于我们之前所做的实验 发现绿色的色光的线偏振的角度 跟我们的阳红色的偏振光的夹角是90度 那我们现在试着来找出到底原因是什么 这是一台LCD内部的构造 那么这个地方是灯泡 这边有一个透镜 把这个光平行打进来 来到这边有几片一些绿光片 多层镀膜的一些绿光片 那么接下来有三片我们的液晶板 就由电脑讯号送进来之后呢 那么可以打出一些三个色光 从这边再组合 基本上LCD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分光系统 第二个是液晶的部分 第三个是光的合成 好 我们现在先一个一个来介绍这些元件是什么 首先从这个乌丝灯泡打出来的光 由于颜色偏红 所以这边有一个绿片 先把部分的红光绿掉 也就是说它让红光反射回去 那么让它透过的光比较偏白一点 这一片是先把乌式灯泡的颜色 偏向制作成一个白光 接着这个透镜 它的焦点大概是在我们的灯泡位置 也就是说从焦点发出的光 经由这个透镜之后 把它变成平行光打进来 好 大概灯泡 大概就是在我的手电筒位置 那么它就可以打出一个平行光出来 好 接着平行光过来之后呢 先来到一片多层镀膜的绿片 这个绿光片 首先这个角度 打进来之后 红光会反射到这边来 那么让青光射过去 好 表示说 这一片是反射红色的 而透过青色塞印的 好 代表红光打进来之后呢 白光打进来 红光往这边跑 那么青色光往这边跑 好 那么走到这边之后呢 这一片是镀影灯的镜子 好 这一片是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指尖碰指尖 好 如果指尖碰指尖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镀膜 镀影就是镀在这个地方 好 反射率非常高 这是一个 让红光 让红光过来之后 反射过来 然后来到这边就碰到 我们的一金板 好 先这个光过来 红光走这条都这边来 好 那青色的光走过来之后呢 来到这边又有一片 多层镀膜的一个绿光片 好 这一片是这样子 假设 我现在是 青色的光已经过来了 那么它 是跟这一片是夹 45度的 所以45度打过来之后 我们可以发现 绿色的光是反射回去的 而蓝色光是透过去 表示说 这一片的绿光片 它可以让 45度角这样打起来 可以让 绿光反射 而蓝光透过去 因此 这个青色的光走过来之后呢 走到这边 绿的光就往这边跑 跑过来 碰到这一片 我们的一金板 然后让电脑去处理 单色的绿色讯号 这边是处理红色绿色讯号 那么蓝色的 光过来之后 就由这一组来 控制我们的蓝光 好 那这是分光系统 接下来来到 我们的电脑送进来 红绿蓝的三个讯号 那接下来光又要合成了 光这样走进来的时候 来到这一片 这边又有一片 那这一片由于 红光是打过来的 那我们看看 如果红光打过来之后 经由这样的一个 一金板来决定 红光让它过去或不过去 这边有很多的 一些一金的旋转 可以决定这个红光 要不要让它过去 好 那假设这是红光 经过这一片之后呢 我们看看 它是允许红光透过的 这一片是允许红光透过的 那么 绿光走过来到这边 这边的这样的一个LED 也是决定 让这个绿光过或不过 那绿光打进来 这一片我们看看 它是允许让绿光反射的 也就是说 这一片 光线这样打过来 它可以允许让绿光反射 好 所以 在这个方向可以让红光透过 那么可以让绿光反射 好 就是这一片 可以让绿光反射 让红光透过 这一片 表示说红光走这条可以透过 绿光走这条可以反射 好 那么 最后 蓝光通过这一个 液晶去处理之后呢 送过来这边 又出现一个 镀银的镜子 也是在这一面 是指尖碰几时 镀银是镀在这边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它的指尖当中 彼此指尖当中 也是有一点点差距的 好 那这个地方 指尖是对到指尖 好 所以这一面 是反射面 好 蓝光走过来之后 经由我们的液晶去决定 让这个光过或不过 好 碰到这边再反射过来 那最后来到最后的这个地方 好 那这个地方就是 蓝光过来 它可以决定 让蓝光透过去 好 这个角度 让蓝光是可以透过去的 那么让 这边过来的这一片 由于 红光也可以走过来 红光可以走过来 那么 绿光也可以反弹过来 所以 在这边已经叠加 红跟绿叠加 就变成黄色了 所以黄光 就应该是 透过这个之后 看能不能被反弹 好 我们现在做一个黄光 这样看好 这样比较清楚 比较亮 这代表什么 代表这一片是 允许 这边可以看到 蓝的 跟黄的 表示什么 表示 打过来 黄光是可以反弹的 从这边跑过来的 红加绿 所得逞的这个黄光 来到这边 是可以反弹的 那么这一边的 蓝过来 是可以穿过的 好 所以 黄光可以反弹 绿光可以穿过 这边就可以 合成白光 最后加上一组透镜组 去 对焦在我们荧幕上 好 这个就是 基本上是它的构造 好 好 谢谢大家